强横的气势顿时间 便将想要接着偷袭的原始鬼燕子火 给震开数百米的位置 但是这个位置对于天至尊而言 根本不算距离 但是硝烟突然从地至尊大圆满的气息 提升到天至尊层次的实力 便让原始鬼燕子火感觉到十分的诧异 硝烟本身就有着灵品巅峰层次的弱体 此刻灵力修为也是达到了天至尊层次 那么此刻的硝烟 完全应该能被当成一个灵品天至尊的 巅峰层次的强者来看待了 没想到你居然还有所隐藏 不过任何秘法都会有时间限制 我就不信你可以一直保持这股势力 原始鬼燕子火怒声说道 但是硝烟却并没有理会原始鬼燕子火所说 而是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拳击轻声自言自语 南南道的至尊层次和天至尊层次的差距 果然十分巨大 当初刚晋升到上位的至尊的时候 施展地炎变旧已经到了半步天至尊境界 但是始终触摸不到那一层天至尊必证 如今经过了古图炼体 再加上帝炎变 没想到也就侃侃将实力提升到了天至尊层次 硝烟抬头看向原始鬼燕子火 帝炎变并非是一种秘法 若是原来不完整的天火三玄变的话 或许会在秘法施展过后 有一段时间的反噬 但是经过了自己的先祖萧玄的改良 无论是天火三玄变 还是现在的帝炎变 施展此数所依赖的并非是灵力本人 而是将圣炎注入到足文之力中进行叠加爆发 这种实力的增加在 只要硝烟的灵力没有枯竭的话 那么硝烟几乎可以一直持续着这个状态 旋即便是见到一柄被青蓝色火焰包裹的大黑尺 出现在了硝烟的手掌之中 锯齿摇摇对着原始鬼燕子火轻声冷哼说道 施展秘法突破天至尊 的确是有些勉强 但是足够将你打趴下了 面对硝烟的挑衅 原始鬼燕子火干枯的面皮稍稍抖动了一下 望着此时凶有成竹 十分自信的硝烟 原始鬼燕覆手而立 旋即便是见到灰蓝色恐怖的反灵力海洋 猛然轰碎这片虚空 掀起了数百里的海浪 顿时朝着硝烟的方向猛然拍了下去 可此时硝烟的实力 可不只是灵品天至尊初期的层次 有着灵品天至尊巅峰肉身的加持 硝烟本身的实力可以说 已然不属于一名灵品天至尊巅峰的层次 否则也不可能三全 就将灵品天至尊层次的古王尊给 直接打死了 面对那遮天蔽日的火焰海洋 硝烟并没有任何的闪躲 而是轻横道 这种手段还想胜我 觉悟吧 燕分尸浪尺 众尺挥出 一道蕴含着 极其汹涌磅礴灵力的尺锋 朝着一道灵力火海巨浪的方向 猛然冲去 尺锋所过 好似天地被硝烟从中间一分为二似的 原本无尽的虚空黑暗 在硝烟的燕分尸浪尺之下 直接掀起强横的空间风暴 与那原始鬼焰灵力火海巨浪碰撞到一起 下一刻 原始鬼焰子火 就见到自己的攻击 在硝烟的面前 竟然直接被一分为二 并且青蓝色的尺锋 伴随着恐怖的空间风暴之力 朝着自己的方向猛然冲来 原始鬼焰子火紧 钻着拳头 一拳朝着那道尺锋的方向 快速轰下 灰蓝色的巨大拳印 和青蓝色尺锋 碰撞到一起 只见硝烟的燕分尸浪尺 竟然直接在原始鬼焰子火一拳之下 竟然直接轰成了无数的灵力碎片 旋即被原始鬼焰子火身体周围的灰蓝色火焰 完全消磨掉了 而原始鬼焰子火的身体 也是跟着被逼退了半步的距离 看着自己的拳头 原始鬼焰子火的脸上 可谓是写满了不可置信 但是望着此时的十分得意的硝烟 原始鬼焰子火十分清楚 眼前的这个硝烟 绝对不会比万灵眼好对付 甚至于这次进入到这个空间之中 真正难以对付的 其实是硝烟 我倒是那些个家伙话不真 没想到竟然真的这般难以对付 什么 那些家伙 原始鬼焰 你在这大千世界 究竟是在和谁合作 硝烟听到原始鬼焰子火的喃喃声 原本硝烟便是怀疑 这家伙和大千世界的一方势力 有着密谋和联系 才会在这么风口浪尖的时候出现 刚才原始鬼焰子火刚才所说的话 正好也是印证了硝烟的想法 只是这个想法 硝烟并不敢和死灵族血灵族扯上关系 死灵族和血灵族的出现 乃是与域外邪族有着密切的联系 若是圣炎榜排名第四的圣炎 也是和这两个种族有着不一般的联系 那么对于大千世界而言 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原始鬼焰子火 面对硝烟的质问 只是冷哼一声 想知道啊 成为本座的火奴 让本座在你的灵魂之中种下火印 你会知道一切你想知道的事情 硝烟紧攥着双全 若是自己被种下了火印的话 那么自己就相当于原始鬼焰的傀儡 虽说这对达到了玄境巅峰层次灵魂的硝烟而言 并不致命 但是自己此后的一言一行 都会受到原始鬼焰的监视 而且 原始鬼焰随时都可以 让这道火印爆炸 从而重伤自己 那么到时候 硝烟至少也会落得个失去神志的下场 看样子 今日不仅仅的收服 这万零年了 还得将你这道火焰给一并收了 为未来收了 你的本体打下基础 硝烟沉声说道 原始鬼焰子火眼眸之中 蓝色眸光之中 闪烁着灰色的诡异气息 脸上充满着令人作呕般的假笑哼 硝烟 莫要以为 凭借着妥舍轮回融合而成的圣炎 便可以做本座的对手 今日便让你看看 圣炎榜第四的恐怖之处 硝烟看着此时 开始认真起来的原始鬼焰子火 感觉这家伙身上的气质 比起刚才而言 都是强了不少 看样子 虽然自己施展空境原炎 干扰了这一片的空间之力 从而让原始鬼焰 无法本体降临 但是原始鬼焰和这道紫火 还是有着不小的联系 甚至于可以让这道紫火 动用本源之力 原始鬼焰紫火身体周围的灰蓝色的火焰 开始缓缓暗淡下来 仿佛原本其中的火焰之力 被抽走了似的 缓缓从原本的灰蓝色 直接转化 成为了灰色的状态 硝烟看着此时的原始鬼焰 这才想起来 自己刚来到大千世界时 禽儿告诉自己 关于圣年榜第四的原始鬼焰 原始鬼焰乃是创始之初 一半能量形成物质 而另一半暗鬼能量 则是形成了反物质游荡在虚无之中 这种暗鬼能量 对于任何未免大陆 都是灾难 因为在这种反物质的影响之下 若非有着足够底蕴的灵力 那么被暗鬼能量直接吞噬 都不过眨眼间的事情 但是世间却是有一种火焰 在本身的大陆 被暗鬼能量完全吞噬之后 不仅这种火焰 没有在吞噬之中烟消云散 反而和这种暗鬼能量融为了一体 成为一种游荡在虚无未免 通道之中的灰色火焰 原始鬼焰 灰色火焰 无形无智 烟灭一切 这才是原始鬼焰真正的样子 硝烟见着 此时位于原始鬼焰紫火周围 那一阵阵虚无空间 无尽的黑暗 都是开始不断地崩塌 显然那就是传说之中的暗鬼能量 想要对付这种暗鬼能量 除非依靠着高处原始鬼焰 本身修为的灵力 去压制它 否则任何的物质 碰触到暗鬼能量 也唯有湮灭的份 从当初拥有永恒不死之火前 灵璇奉年的主人 都死在了原始鬼焰手中 便可以看出这一点 原始鬼焰紫火的身体 被那灰色的反灵力所完全地包裹 体格比起刚才 可谓是壮瘦了数倍 气势上也是强横了不爽 看着硝烟 此刻的原始鬼焰紫火眼神之中 可谓是不满了杀意 硝烟 我这本源之力本来 是留着对付万灵年的 没想到到头来 居然是用来对付 不过没关系了 若是可以从你的身上 再得到剩下的三种圣言的话 那么主上大人 定然也会帮我补充 这失去的本源之力 从原始鬼焰紫火的话音之中 若难听出 紫火存在所消耗的 定然是这道本源之力 硝烟闻言 清孝一生现在 岂不是到了你施展秘法的时候了 我倒是不信 你能一直保持现在的状态 硝烟不愧是玩火的行家 若非是拥有本源之火的话 消耗本源之力 对于紫火本身 便是一种极其奢侈的行为 只要持续到其本源之力 完全消磨殆尽的话 那么 原始鬼焰紫火 对自己将没有任何的威胁 哼 你用空境原言 封锁了这方 原数十万里的虚无空间 有本事 你倒是打开这气息结界 我相信 你没这个胆子 在这片小小的 数十万里的结界之中 你我跟面对面有什么区别呢 说吧 猛然一掌 便是朝着硝烟的方向 猛然轰了过去 灰色的掌印 破裂沿途的虚空 就算是虚空黑暗所散发 而处得空间乱流风暴 在接触到这灰色掌印之中的 暗鬼能量之后 也会被瞬间搅入其中 随即无法掀起任何的能量涟漪 萧炎怒喝一声 那就来试试你 有没有那个本事 入合油身齿 入合火 萧炎声音落下 旋即便是便是见到 周遭虚无空间之中 不尽的灵力 快速汇聚到萧炎的身体周围 凝聚而成万千的赤炎火影 伴随着萧炎每一道池影的落下 都好似 有着万千萧炎手持锯齿 朝着原始鬼燕子火的方向攻去 但是这些攻击 在接触到原始鬼燕子火 所凝聚而成的掌印之时 却是直接变成 被烟灭成了虚无 萧炎争大了双眸 莫想到自己的路合油身齿 居然对原始鬼燕的本源之力 攻击一点作用都没有 就当那一道锯掌 即将轰到自己的瞬间 便是见到萧炎 猛然一掌与之队轰而去 地炎黄泉掌 只见到萧炎将地炎融入到自己的灵力之中 所化的黄泉掌朝着原始鬼燕之火 所施展的反灵力的掌印 对轰而去 萧炎的一掌轰出这次 同样也是伴随着十分强烈的空间能量的波动 但是这一次 那些空间风暴 碰触到原始鬼燕子火的本源之力的瞬间 也是被直接湮灭 成了虚无 可地炎所凝聚而成的黄泉掌 却是一掌持至了原始鬼燕子火的本源之力 下一刻 萧炎凭借着空敬猿炎 快速离开了那片区域 便是见到 就算是地炎所化的灵力 凝聚而成的灵觉神通 在原始鬼燕子火的侵蚀之下 也是未曾坚持片刻的时间 虽说萧炎可以借助这片刻的时间进行闪躲 但是对于一名天至尊层次的强者而言 将攻击范围扩散到数十万里的空间 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原始鬼燕 不愧是圣年榜排名第四的火焰 这种烟灭属性 莫想到 就算是融合三种圣年的地炎 也是无法支撑片刻的时间 萧炎在躲过那一道烟灭掌印之后 朝着那一片方位看去 便是见到直径十数万丈庞大的空间 居然在那一掌之下 竟然变成了一片的真空 没有任何的物质 甚至连空气和灵力都不再拥有 就如同在虚无空间之中 开辟出了一方灵力的隔离带死的 原始鬼 燕子火箭到自己压制了萧炎 于是轻声笑道 驼舍轮回融合圣炎 的确是可以增强圣炎不少的威力 没想到 连我原始鬼燕的烟灭属性 都可以抵挡片刻的时间 但是 以你现在的修为 根本就发挥不出地炎的威力 萧炎冷哼道是吗 原始鬼燕可以烟灭一切的物质 而圣炎榜排名第五驼射地炎 号称火焰帝王 别忘了 这个地方可是火灵族 最不缺的便是火焰 原始鬼燕子火闻炎 眼眸震惊了片刻 不可置信 难难说道 空境原炎 空境原炎的空间屏障 只是对隐藏原始鬼燕的气息有着作用 而对于萧炎来说 与外界交流 则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圣炎榜排名第五的圣炎 有着火焰帝王的称号 之所以称作火焰帝王 正是因为其拥有着 可以号令天下万火的能力 而据说前天龙皇燕 除了核心前灵玄凤炎之外 另一半驱翘万帝龙神炎 便是需要凝聚万火榜 除了三十六道 圣炎之外的 其余九千多种火焰才能办到 除非是火属性特别亲和 而且 本身实力极其强悍的强者可以办到 否则就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吸收万火的能量 那就是 依靠着陀射地炎 无以炎帝硝炎之名 斥令天下万火 借火一用 就在此时 火灵神铺之外 火灵族再次开始发生移动 无数的火焰的火焰 皆是朝着火灵神铺的方向 快速飞去 火灵族的那些长老 除非实力特别强横的那些老怪之外 都是感觉到 自己身体之中的火焰 似乎失去了控制一般 冲出了自己的身体 而带着一众火灵族强者 守在火灵神铺之外的火灵老祖 看着漫天的强大火焰的火雨 虽说眼神之中充斥着震撼 以及不可置信 但是嘴上还是骂着 这小子 在里面到底想干嘛 火灵族至少有一成以上长老 以及一名族人的火焰 皆是通过空净元炎 冲入到了火灵神铺之中 炎战炎镇身上的圣炎 都有一种想要冲出 人见到那万千流火的奇异景观 也是无奈一笑地炎被称作火焰帝王 只要不是圣炎 几乎万火榜几榜外的任何火焰 见到地炎都会受到召唤 想必消炎在里面 应该是在使用地炎对付原始鬼焰子火吧 毕竟原始鬼焰子火本身实力十分强横 再加上 其圣炎榜第四的地位 就算是火灵老祖遇到 他都未必可以说将其击杀 火灵老祖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眼眸死死盯着火灵神铺 他现在还是更关心万灵年 这第四和第五 两道圣炎神仙打架 只要没有伤到万灵年便好 不过 若是消炎和原始鬼焰子火 在火灵神铺后面的空间同归于尽 也算是让火灵族减了的大便宜 少了不少的麻烦 万道火焰破空 朝着火灵神铺破空而去 这一幕 同样也是让得在场的一些火灵族的强者 大饱眼福 这种场景 与火灵族古迹之中 既在唤醒前天龙黄焰之中 万地龙神焰之中 号灵万火榜上面所有火焰的场景 十分相似 一些长老感觉到 未来消炎或许真的有机会 可以得到那传说之中 前天龙黄焰 老族 若是有机会 还是试着看看 能不能和消炎缓 和一下关系 毕竟现在看来 我火灵族 已然无法阻止消炎的成长 未来这家伙 必然会染指前天龙黄焰 那种火焰 就算是我火灵族 从古至今 也没有几个人可以驾驭 而那些驾驭的绝世强者 也无疑不是大千世界巅峰层次的强者 严震走到火灵老祖的面前 沉声说道 这一次 火灵老祖却是并没有说话 而是眼眸一直直直 盯着火灵神铺 这儿 你的眼光 的确是要比战而远一些 但是性子实在是太软了 这也是当初 我不让你当火灵族组长的原因 严震也是出口说道 且不说这万灵年消炎便带不走 那前天龙黄焰的每一任主人 甚至前灵玄凤炎的主人 都至少是先品天至尊 巅峰层次的强者 火灵族若是可以得到这两种盛年的话 那么未来的实力 绝不会止步于此 怎么会容忍他人染指 可若是此火真的 与我族无缘的话 利用这个造化 去培养一个 与我族交好的未来超级强者 这也算是另一条火灵族的出入 严震反驳道 严震冷亨 严震 你是说火灵族的未来 要交给你一个 刚来大千世界不久的小子吗 且不说这小子 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 现在消炎将势力建立在戒合的位置 火灵族的成全 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够了 太灵老祖突然开口说道 严震和严震二人的争执 也就此缓和了不少 火灵老祖深 深叹了口气 严震说得不错 火灵族的未来 绝不能交给一个来历不明的家伙 要想走出现在的困境的话 只能依靠着你们和火灵族的那些星星 不过这儿说的也有道理 若是这些东西 火灵族真的留不住 将他给予一个值得信任 与火灵族交好的强者 也未尝不是一条新的出路 老祖 莫非你真的想要将万灵岩和前天龙皇宴 交给硝烟那小子 严震惊声说道 火灵老祖犹豫了半少 看他这次能不能将万灵岩带出火灵族 若是真的如朝华天人所说 这小子出关的时候 达到了 就连我都奈何不了他的帝国 那么火灵族不仅要和他化干戈为玉伯 还要尽力与之交好 严震闻言也只能是无奈叹息了一声 毕竟就算是硝烟此时 还没有达到天至尊层次的实力 自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 若是硝烟真的依靠着万灵岩 在这次出关后 可以达到天至尊的境界的话 那么或许真的会有机会 在火灵老祖的手中 坚持一炷香的时间不败 一切都听从老祖的吩咐 万火朝拜 原始鬼焰子火 看着这片虚空 涌现无数个空间裂缝 一道道看上去并不弱的火焰 快速破空而出 涌入到硝烟的身体之中 原始鬼焰之火的内心 也是生出了一丝忌惮 弄焰绝 炼 万千道火灵族的火焰 凝聚而成的一个小小的火团 在硝烟的手中欢快地舞动着 虽然看上去十分小巧 但是其中气息的恐怖 甚至已然达到了一种圣炎的品质 当初在斗气大陆修炼的时候 得到了一卷可以融合火焰 形成化身火的斗气 经过硝烟的改造 可以将除了圣炎以外任何的火焰 进行融合的特殊灵觉神通 原始鬼焰之火 见到硝烟融合万火 形成一道特殊的化身火 身形猛然一震 生猛的气势 将周围的火焰气息 尽数震成了虚无 装腔作势 以为那些垃圾融合在一起 便可以威胁本作吗 硝烟轻笑一声 但凭借融合而成的化身火 的确是不能 但是融合了四色半的火莲 看看能不能斩杀你 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区区自火呢 说着 只见到硝烟手掌轻轻易伸出 从虚无空间之中 又出现了一朵三色火莲